大家好,我是天宇 今年是150级别的水冷踏板,爆火的一年 对于各大厂商来说,只要你上了150的踏板 甚至是那些四线品牌也能卖 宗生赛克龙当然也按捺不住这份寂寞了 前几天的矩阵发布会当中 宗生赛克龙的RT1正式亮相 抛去外观,咱先谈发动机 赛克龙的这款RT1,它的发动机是 宗生和韩国大林联合研发的 这款发动机实际排量150cc 最大的功率11.5千瓦,相应的扭矩14.5 发动机的动力数据上看还是不错的 并且这款发动机单缸水冷四气门 你像其他品牌,豪爵啊,无极啊,力帆啊 这些还停留在两气门 换句话说,赛克龙RT1的这款发动机 在后进上会更充足那么一点点 其他方面嘛,无钥匙启动 全彩的TFT液晶仪表 这台实车我没有看到,咱从后面看 简震虽然没有气瓶,但似乎是可调的 全车都是LED的灯光 前面标配着一个摄像头 至于你说的ABS啊,TCS啊 这些对于150的水冷踏板来说都已经是标配了 9升的油箱存储量,在一众150踏板里只能说是中规中矩 770的座构,马桶空间看上去也就能够放下一个四分之三窥 前后都是14寸的轮毂,至于轮胎的品牌现在看不到 赛克龙RT1这个外观,个人感觉中规中矩,我看上去还行 有点像我的5G150 GT 其他方面,双油门的拉线,半热绒的轮胎 总之能够给你配上的这款车都已经给你配上了 至于大家伙最关心的肯定就是售价 个人估计这款车售价应该在16000到18000左右吧 或者说18000都有点高 因为毕竟在网上,20800就是赛克龙的RT2了 最后说说令人担心的两点 首先第一点,赛克龙的品控在这款车上 能不能够经受得住市场的考验 第二点就是油耗 日系车里之所以省油,很大原因在于发动机和电喷的搭配 那么这款宗生和韩国大林联合研发的发动机 它最后搭配的是谁的电喷呢 这款车的发动机和电喷搭配之后 百公里耗油是多少呢 毕竟你的整备重量144公斤 如果你和三阳,光阳那些车型一样那么费油的话 好多潜在的消费者可能就选择其他品牌了 大家伙觉得呢 好多潜在的消费 好多潜在的消费